欢迎收听国考驿站 大家好 我是国考驿站站长柳静 我们这一集是QA 好 这一集就是 有粉丝听众写信 蛮长的 不啰嗦 直接进行QA 来我们看第一位 肚皮妞 大小声 最近的单集 声音听起来呼大呼小 骂人 识都太大声 听得不太舒服 谢谢你 肚皮妞好 那就是OK 谢谢你的提醒 我会注意的 那我这边在跟大家 就是听众还有粉丝讲 就是我 我觉得这样很好 就是 因为我做Podcast Podcast它是一种 怎么讲 先预录的 所以没办法就是 像即时那种直播干嘛的 你马上听众 不是啊 马上粉丝 他就是在底下的 那个 那个什么 聊天室啊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想法 所以 我觉得这样很好 就是 我希望我的频道 我的自媒体 我的Podcast是一个 良性互动的空间 好 那我会 我会注意的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讲太大声 太小声 可能就是 怎么讲 情绪太过激动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其实在录音的时候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那我跟一般的 网红自媒体 其实我的style 其实完全不一样 我就是 for real 对 我只是讲真话 因为 很多人就是 应该说 现在很多商人 媒体 网红 他们其实会为了赚钱 然后去包装一个 就是像垃圾一样的东西 卖给你 但是我说过 我做这个东西 真的是公益的 对啊 你要听就听 你不听就拉倒 因为这是我自己人生的 过去的经验 一个分享 好 那就是 谢谢你 好 我们看下面 一位阿翔 第二柳静 我是第77集 和第1XX集 出现的阿翔 这封信很长 但节目请你分析 是否要继续考高考 谢谢您 下面内容是打给你看的 不用全念 最近这三集 听到柳静的大学经验哭了 感觉你是一个很真诚的人 我最近考上后半段的 工股银行还在试用 我跟柳静美女 应该是同年或差一岁 现在薪水应该比高考少5000 但13%的行储应该用不到 我没有积蓄可存 听说绩效奖金有4到6个月 明年4月才有 但主管比较喜欢年轻的行员 我评估当主管 应该要好多年且几率不高 每天来客树 很多奥客很忙 奥客啊 而且我对邪销 应该是行销啦 卖东西 平常卖东西没兴趣 我之前是以民政为主 主要是比较有机会短期上榜 我不在乎始缺 其实有点在乎 我也想当主管 批克 压职张日期的快感 以下就六 未来六个月的 沙盘推延工餐 一 公股试用没过 几率30% 蒂特考三等明证 我一直都有照柳静的方法准备 二 公股试用 通过 一 蒂特也去考 到时候若考上再取舍 二 在银行继续忍耐 再准备考司法三等 家里真的只有我和我妈上班 我需要高薪工作 三 公股试用没过 蒂特落榜 人生是黑白的 我再去民银行回到原点 谢谢柳静美女 用心经营国考驿站 两本书 站长两本书我都有买 每集影片我都有看 之前在民营银行浪费十年的光阴 最近在夜深人静 发现我以前做错很多选择 快进中年还在职场挣扎 最近三集节目看得很难过 我觉得柳静讲出内心深处的故事 我觉得现实生活中真的自助 电视演得突然出现贵人拉铃一把 我活到38岁真的觉得是假的 其实那种人出现的几率是千分之一 看到柳静苦静甘来 我发现好人有好报 也许可能很晚发生 或下辈子或下下辈子 这封信太长 8月10号我会懂那国考驿站 谢谢柳静美女 信不用全念会口渴 人生无法重来 谢谢柳静花时间看信 谢谢你的创办国考驿站 好那个阿翔 信真的很强 要不要继续考高考 只要看你自己的评估 我不是你啊 对啊 你的脑袋不是我 应该看你的人生经验 你的兴趣 你未来的对人生的规划 但是我就几个方向 给你做评估啊 你听听看啊 因为这种东西 没有所谓的对错啊 因为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像有的人就是喜欢奶大的嘛 有的人就喜欢像那种 那种竹竿身材的嘛 就是不要太胖 有的人就是喜欢那种 欧美式的 那种沙发身材 那种金卡带衫那种的啊 奶超大 屁股超大的 所以每个人喜好不同啊 当然那你的 生涯规划的方向也不一样 好那 嗯 阿翔你说 当主管好多年哦 嗯 我觉得这个 这个其实有 有一个盲点啊 就是你真的想当主管吗 对啊 主管是要扛责任的哦 嗯 因为你不要看到主管说 哦 他对你们就是基层 有人事权啊 有权利 有一点人事的权利 那你就是想当主管 觉得那种 把基层 骑在身上的感觉 很爽 对 但是你没有想过 其实主管 有他们自己的压力 跟责任啊 而且通常主管 是没有加班费的 那个假日啊 晚上其实按扣了 对啊 然后你不在乎此缺 其实有点在乎 我就直接跟你讲 其实你是在乎的 好不好 对啊 应该说其实你 嗯 我看你的文字啊 我可以直接跟你讲啊 你心中 其实已经有答案 你想要什么 你是怎样的人 其实你明白 可是你不愿意去面对啦 对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中啦 嗯 好 那 你说 公股试用没过 低特三的名证 呃 会继续准备 那 那很OK啊 就是继续做啊 对啊 如果你有经济压力的话 那就是继续准备 嗯 我觉得没差 而且你应该是还没结婚啊 还没结婚 其实压力 少了三分之二 相信我 相信我 你结婚有小孩之后 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对 你就是被的 被小孩学校的 啊 什么 什么课后班 辅导班 一些 一些阿里阿渣的 对啊 就 压力比较大啊 所以我可以理解 为什么现在 年轻人都不生小孩了 嗯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 其实我生小孩 也不是我愿意的 对啊 我是被我妈逼的 她就逼婚嘛 先逼婚 然后 结婚之后就开始 开始催生了 对啊 就一路走来都是 嗯 蛮辛苦的 因为 其实阿翔 你在信里面有提到 我 我苦尽甘来 对啊 我是觉得说 我靠我自己的力量 我坚持念大学 哦 我坚持考国考 我一切都做到了 然后正当我要大长 伸手的时候 我已经30岁了 然后我妈就开始逼婚 对 就 那时候其实我 30那左右啊 我也没有太多的 太多的想法 我只觉得说 我要考多艺 嗯 我想要争取 更好的职缺 我想如果有机会可以 可以拿到 外派职缺的话 我想要去外派 我想要调到 更爽的单位 对 那我选择 走入婚姻 啊 啊 结婚之后 我妈就赶快催生 啊 你是不是有避孕啊 不准避孕啊 啊 啊 怎么样 没有还没怀孕啊 要不要去看中医啊 去调养啊 对啊 就这样 然后在我妈就是 那种轰炸之后 就开始造表操课 每天做梦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 就是那个 那个拙力 哪呀 有做完成 写一个S 对 啊 没做完成的话 后来那种体力不支 那种S化一半 对啊 就这样 好啦 那个 阿翔 我跟你讲 其实你是在乎 是不是死缺的啊 对啊 你就承认 直接面对 我就是要爽 我就是要钱多 我就是要养家 我想要给家人过好日子 大声的讲出来 请你诚实面对自己 好不好 阿翔 你跟我一样 或者是你比我少一岁啊 不管啊 反正 诚实面对自己 就像 就像我 我之前 就是有 有给黄大米受访吗 我就直接讲 我就是嫉妒 对 你们看不起我 好 那我嫉妒 我做不到 我羡慕你 但我做得到 我嫉妒你 对 我就是用这样的二分法 因为像那种 很远的啊 什么 靠妈 妈 靠爸的啊 我觉得 哦 那好羡慕 我做不到 对 但是我觉得 你有念大学 对 那你怎样的 对啊 你靠爸妈的 怎样的钱啊 去留学干嘛 我觉得 我的成就可以超过你 好 我嫉妒你 我去做 对啊 好啦 就是羡慕跟嫉妒 是一线之间的 羡慕就是你做不到 对 但是你很想要跟他一样 啊嫉妒是 你觉得你可以跟他一样 嗯 好 那阿翔你说 你在民营银行 私人银行啦 浪费快十年的关 那代表 其实你还是有 有那个啊 不错的地方 你会自行啊 对啊 反省自己 啊 我为什么以前都要这样 靠那么多枪 对不对 那你会 你会反省自己 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因为其实要多思考啊 你会想说 我 我现在已经几岁了 我过去做了什么 那有没有在 过去做一些事情之中 得到一些 想法或学习到什么 即便是不好的体验 也很好 你会觉得 哦 那避免 对啊 比如说 跟那个 那个男朋友 干嘛干嘛的 叫他买个钱包给我 LV的钱包 给我 不买啊 这样 以后就 就 对啊 那就是这样 嗯 嗯 你会觉得在私人银行 浪费十年 那你要问自己啊 为什么 你会觉得是浪费 你这十年 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你会觉得浪费 阿翔 我跟你讲 你不要觉得说 听我这好像流水上 这很重要 对 你如果想要 你的人生变得好 请你现在就听了这一集 去拿一张纸跟笔 对 你去盘点一下 你在民营银行 这十年你做了什么 对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浪费 你还要再重复 这样的日子吗 因为其实我觉得 民营银行跟公股一样 其实业务性质 抱歉啊 我没有做过银行啊 但是在我看来 我觉得都差不多 那都叫银行 对 就只是 呃 国家的跟私人的 对啊 阿都是在做借贷的事情啊 借贷外汇 股票 那些 那些有没有金融产品的东西 那 对我来说都一样啦 对 所以你要问自己啊 为什么会觉得是浪费 你还要再重复 这样的人生吗 对啊 然后 你说 电视眼的 拉你一把 38岁是假的 什么什么 遇到贵人哦 对啦 还是要靠自己啊 嗯 就像是以前啊 我也是很单纯 我想说 啊 靠着自己 18岁嘛 其实那时候还没满18 因为我早读一年 我以前早读一年 高中以前都早读一年 我那时候就还没满18 就出来工作 甚至没有驾照 我就骑了 自行车 爬爬爬爬 因为要上班嘛 对啊 我那时候想说 啊 用着我青春无敌 的那个肉体 那找个工程师男朋友 没想到我跟他讲说 啊我家的状况怎样 没想到他就跟我说 我看你把他这样吹响 我给他说 我们以后的小孩 也是会这样精神有问题啊 对啊 就是 他直接赏你两巴掌 接着就不见了嘛 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有劈腿的迹象 不过我不想去想 反正 嗯 十几二十年过去 我觉得他是我生命中过瘾 亲男友 对 逆境贵人 他对我的无情 是驱动我人生向前的一个 很大的动力 对啊 好啦 那个 阿翔我给你一个 澄清的建议 你去仔细想想看啊 就是你那个指跟笔 你先思考一下 为什么你在迷你 你好像是觉得是浪费 这十年你做了什么 你觉得是浪费 你还要重复这样的人生吗 对 然后接下来你问我的问题 主要是 要不要继续考高考 那我跟你讲 就是一些方式去评估自己 因为我没 我没办法给你答案 因为我说过 我不是你的脑 对 你的经历 跟我的人生经历 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有一些方式 你可以去 去 探索自己啦 内心真的想要什么 因为有的人其实 应该说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自己心里想什么 对 所以那个是 你要自己去问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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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就是想说 像银行要行销嘛 你讲的邪销 行销就是卖一些 有的没的 金融产品 要不要买啊 利率很低啊 我们美金哦 前三个月多少哦 然后隐藏版的括号 后面几个月就8%起跳 对吧 不是8% 抱歉我讲错了 就是那个 我记得之前 有行员看到我 那个布置里面的数字 然后说要不要买我们东西啊 利率前三个月 怎样多少 至少很高 什么7% 8% 是5%还6% 我忘记了 我没有再记了 反正就是前三个月 跟你讲很高 后面他就不讲了 对后面利率是很低的 但是 诶 那个银行 只要用到外汇 我真的觉得是 我想要跟大家抱怨一下 对 因为我 我很多外币 在那个银行 每次我要去存 存美金干嘛的 他们都觉得说 啊你那钱从哪里来的 啊 对 随时就 然后用那个 很怀疑的眼神 还打电话去你开户的银行 确认说你 你干嘛干嘛的 对啊 就怀疑你洗钱嘛 嗯 觉得 真的很烦 嗯 好啦 这是跟大家抱怨一下 那个 阿翔 回到你的 你的问题啊 就是你如果是做 不管是公股 还是 还是那个 私人银行啦 公私人银行啦 其实都要做行销 卖产品啊 对啊 我是觉得啦 银行没有很好 我自己的感觉啦 不是感觉啦 是我自己的观点 银行没有很好 因为你如果是行员的话 你就专心做好行员的工作 你为什么还要做业务的工作 哎 你卖那些金融产品 你跟那个理财专员有什么不一样 那你就直接去做理专啊 你喜欢行销 喜欢跟那些有钱人 卖他们一些有的没有 那种垃圾 垃圾金融 哎 抱抱歉 我讲的太 太over了 啊 我们可以帮你那个啊 哈 那个 省 合理的结税啊 来卖我们的产品啊 啊 我们的储蓄行保 当然可以合理结税 有没有 对啊 你喜欢与人互动 喜欢跟有钱人交朋友 喜欢跟那些 当也当你交朋友 好 那你是做理专 那你如果发现说 银行行员 是要做这些 卖这些东西 你不如直接去做 业务 银行业务 对 啊 如果你觉得说 银行行员要做这个 就不要做 所以我说 在我观点里面 银行行员没有很好 因为银行 你要知道它就是 那个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产物 它会叫你所有员工都去 卖 卖他们家的产品 对 不管是保险啊 金融产品啊 什么什么的 基金什么有 什么债啊 美债什么的 对啊 因为要将利益极大化嘛 因为想说 你就算是口才很不好 很不喜欢行销 那至少你还有人性保单啊 你还有亲友保单啊 对啊 亲友的产品啊 亲友会跟你 支持一下啊 爸爸妈妈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 所以后来会叫你们行员 也要买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 阿翔 你做了十几年 也许你有自己想法啦 但是我看银行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银行行员没有很好 他给你就是看市好像比一般 一般社数还要稍微高一点的薪水 但是你要做业务的工作 那我觉得你不如直接去做业务 Super业务 对啊 参加那个什么圆桌会议有没有 对啊 啊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那行员就不要做了 那再来第二点就是 我直接跟你讲了 做公务人员不用卖东西啊 不用卖屁股啊 对啊 不用卖东西 不用卖任何理财商品 也不用卖什么行事 那个直销 不用 不用 对啊 但是公子一样啊 有 鸭尼 雕叉 叉名 一样啊 对啊 就看你自己去如何抉择啊 因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 不喜欢做银行 觉得在银行是浪费的 浪费人生光阴的 的一个工作啊 所以你自己去 梳理一下自己内心里面 真的想要什么 那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行销的话 像我觉得 像我啦 我就是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去考行员 我如果真的要在银行做somebody的话 对 就是do a somebody to be a somebody 我会直接去做业务 对 就是认识人 而且银行要赚到钱 你只要在金融产品界 金融业要赚到钱 赚有钱人的钱 不是赚亲友的钱 也不是赚这些一般市井小民的钱 对 嗯 这是 因为我朋友在做 我看得很清楚 对啊 好 那阿翔 就是你自己去评估一下 好我们看下面位 小云 站长你好 请问工保投保职业工会 或是一般公司的劳健保有提拨6% 提拨6%有什么区别吗 哪一种叫好系级站长小云 白小云 好那个小云我跟你讲 嗯 你会觉得我很直接 但是我这个人就是 有些细节 有些事情细节 我会去探究 但是这个东西 我不会去探究 我直接跟你讲 你说什么 什么工保职业工会 劳保 在雇主那边的劳健保 我直接跟你讲 我不知道 我毫无概念 我也不想知道太多细节 对 阿你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 我建议你直接写信 问主管机关 问 你就写信寄给那个 行政院或劳动部 对 劳动部就会帮你 把信转给那个劳保局 对啊 阿我自己是 从离开公子之后 我是偷保在那个 职业工会 对啊 自媒体职业工会 我现在来做自媒体 应该说我还没做自媒体的时候 我是那个用 我是保那个国民年金 对啊 阿做了自媒体之后 我就直接投保职业工会 哪一种叫好 你问我哪一种叫好 都不好 我这个答案 应该不是你想要听的答案 但是我直接跟你讲都不好 都以我的观念 这没有对错 每个人观念不一样 但是 以我来说我觉得都不好 因为只要是政府提供的那种 那种社会保险的保障 其实都是最低的 对啊 为什么都不好 因为少纸货啊 台湾是不是少纸货 少纸货 大家都不生了 以后谁还要给这个年金 注入那个资金啊 基金啊 对不对 阿老人会变很多啊 所以会破产啊 所以我说都不好啊 都一样啊 政府提供的保障是最低的 所以你要自己去做理财规划 看你要买什么 什么长照啊 还是什么 买房信托啊 或是怎样怎样的 靠你自己的方式投资理财 或是买ETF啊 对啊 这都靠你自己的智慧啦 希望我有解答到你的问题 因为 像 退休对我来说 我觉得还很远 也许啊 也许时间过得很快啊 但是我觉得那个很远的东西 我不想去探究细节啊 而且政府提供的东西 我从来又没有指望说 政府会保障我们的老年的生活 所以还是要靠自己啊 好 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了 有什么公职国考大小事想问 欢迎Apple Podcast五星留言 或是寄信到我们国考驿站的信箱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